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不乐观 过去一个星期的新增病例 翻倍增加到将近一万三千例 病毒学家预测 新一波的疫情还没有达到高峰期 预计每日病例会持续增加 一直到明年一月中 同时不排除 一个星期可能会增加高达二万五千例 理科大学病毒学家库米塔强调 我国目前发现超过二十种毒株 其中还包括四个被列为需关注的病例毒株 一些州属的病床使用率 已经超过八成 如果再不重视积极防疫 医疗体系可能会超出负荷 卫生总监拿督莫哈莫拉茨透露 我国在第四十九个流行病学州 也就是十二月三号到九号之间 通报一万两千七百五十七宗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对比第四十八个学州的六千七百九十六宗 几乎是翻倍增长 理科大学病毒学家库米塔指出 病例从九月起就不断增加 不只是上个星期翻倍增长 两个星期的涨幅还高达百分之五百 平均百分之二的病例症状严重 预料一星期内会有五百名患者入院 他警告这波疫情还没有到达高峰期 病例会持续攀升至少直到明年一月中 他也不排除 到时候一星期内可能会增加高达两万五千宗病例 库米塔解释 病例上涨主要是因为年中旅游潮和佳节庆典 流感病毒传播 以及新冠肺炎免疫力越来越弱 因为大多数人最后一次接种疫苗已经是超过一年前了 截至目前我国出现超过20种新冠肺炎毒株 包括Omicron、Beta和Delta变异毒株 还有四种列为需要关注的Omicron子变异毒株 XBB15、XBB116、EG5和BA286 库米塔补充 包括槟城在内的一些周暑 病床使用率已经超过八成 如果再不提高警惕、加紧防疫 医疗系统可能会超出负荷 他相信没有任何人希望再次封城和封锁边境 因此他建议职场和学校采用混合式工作和上课模式 也就是局部居家办公或上课 同时尽量在所有场合戴口罩 聚会前也要先自我检测 面对随时卷土重来的疫情 首校署宗教事务部长拿都纳因莫达强调 宗教场所有必要重新启动早前定下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因此伊斯兰发展局会和各州的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和宗教局合作 强烈建议穆斯林在清真寺和祈祷室遵守防疫措施 包括戴口罩 尤其是出现症状者、高风险群体、慢性疾病患者以及孕妇 以免感染和传播病毒 中文字幕》